冬契奇砍下42分,还是输了 图鞋线大致影向美联社,濒临淘汰的独行侠,要抓住常规赛谨慎的几场比赛,努力冲进前十 然而今天,二,天队正热火,他们依然未能再下一城 尽管卢卡,冬契奇,Lukadonich,单刀砍下42分时篮板8助攻 但独行侠最终还是以122129落败,继续排名西部第十一,与第十的雷霆还有异常差距 独行侠继续排名西部第十一,濒临淘汰 图鞋线大致影向美联社,为了结束三连败,热火队全力以赴 热火开局火力全开,单刑砍下44分将领先优势拉开到两位数 次节,吉米巴特勒和冬契奇的进攻意图颇为生猛,但热火队的表现更未出色 半场结束,热火依旧保持着12分的领先优势 换篮后,冬契奇绿队奋起直追,一度将比分缩小到6分 不过末节热火连续命中3分,让小牛无力翻盘 最终,热火赢了7分 热火赢球后结束三连败 图鞋线大致影向美联社,冬契奇本场比赛独得42分10篮板8助攻 欧文也得到23分3篮板8助攻 蒂莫西、哈达威得到31分,6个篮板和7次助攻 全队只有3人得分上双,热火全队5人得分上双 巴特勒得到35分3篮板12助攻 柯迪、泽勒得到20分8篮板、马克思、斯特鲁斯和凯文 勒福分别得到18分 赫罗、泰勒赫尔,15分 在这场比赛失利之后,独行侠目前以37胜41负的战绩排名西部第11位 与38胜40负排名第10的雷霆队相差一场 独行侠将在剩下的4场比赛中分别迎战老鹰和国王 公牛队和马刺队必须全力以赴取胜,才能避免被淘汰 更多TVBS报道AV罚球手软 欧文砍38分,小牛鸭绍3分绝杀胡人东气齐欧文和砍82分 NBA独行侠横扫76人NBA独行侠陷入危机 勒布朗勒布朗右脚扭伤,季后赛更难进欧文一来,战绩已落千丈 名将揭秘独行侠振扎的关键,留不住布朗森春游必备